7月7号 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 宣布美国已完成库存化物销毁 进一步推动迈向无化物世界 同日 禁化物组织确认美国完成销毁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这是美方对国际社会姗姗来迟的交代 迈向无化物世界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全面禁止彻底销毁化物 是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核心目标 美国是最后一个完成库存化物销毁的国家 而且远远滞后于公约规定的销毁实现 此次宣布完成库存化物的销毁 是美方对国际社会姗姗来迟的交代 同时也要看到 迈向无化物世界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日本一气在华化学武器的销毁 已经多次预期 严重威胁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 和生态环境的安全 我们再次敦促日方 确实承担起历史责任和国际义务 早日干净彻底消除日益化物的遗害 我们再次敦促日益化物销毁